台湾東部 這次來到東部 泡了好多溫泉 對這邊的印象非常的好 重點就是接觸很多大自然 真的是讓人很放鬆的地方 推薦大家跟家人朋友 一起來台灣東部玩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子 我現在來到這裡就是 花蓮的安東溫泉區 這裡的風景好像回到日本一樣 好日式喔 我在日本的時候就 很喜歡泡湯 就是去很多各地的溫泉 台灣跟日本的溫泉 有很大的差異 我覺得台灣人就是 不會拖光光大家一起泡湯 但是在日本的話 真的大家都是偷光光 你們台灣人是不是要穿 泳衣 好特別喔 今天呢 這一集影片就是我的第一次 東部溫泉的旅遊 安東溫泉 日本政府以全怪木打造 做為警察經招待所的日式塔塔米平房 現在移改為 泡溫泉注射 但外觀還是保存很良好 現在移列為 文件會歷史古蹟 徐徐可見日式造景 讓我有回到日本的感覺 哇 這裡飯店好漂亮 請李市長介紹一下好嗎 好 這邊是我們的飯店的櫃台 那我們進去之後 就會到我們的陸建室 我們陸建室非常有穿 到裡面來看看 好 這裡就是飯店的外面 對 我們剛才講的是 這裡叫安東溫泉嘛 嗯 我們旁邊這邊有寫 安東溫泉 它是台灣早期 有一個文學作家 來到花蓮旅遊 找出八個最漂亮的地方 安東是其中一個 進來這邊呢 就有各式各樣的池子 這個是冷水池 搬上來的三圈水 平均溫度大概二十度 旁邊這邊就是有很多的池子 露天十八池 有各種的池子 各種的設施 還有泡腳石 泡腳也可以 我們發呆的地方 可以泡著腳發呆 好多喔 好好玩喔 台灣的泡湯文化 就是會有池子 溫泉鮮 是喔 那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 一起 很有意思 家族大家一起 不能偷觀光 都可以 跟日本不一樣 謝謝理事長 謝謝 我們現在呢 在瑞稅 這裡瑞稅溫泉 跟剛剛的安東的溫泉 有一點不一樣 剛剛的安東就是美人湯 這裡就是黃金湯 這裡的溫泉就是 有碳酸 岩泉 含碟 那我們一起感受一下吧 今天我們要住這裡 這裡就是當下的錯 來接下來我們要去看泡湯的地方喔 好大喔 還有窗戶那麼大的 很舒服喔 這裡就是泡湯的地方 跟家人一起泡湯 一定很舒服 終於來到瑞稅 這次專門來到瑞稅衣間叫 山下的錯 溫泉民宿泡溫泉 這裡真的很漂亮 很接近大自然的感覺 有鳥叫很多很多的粉朵精 在這裡泡湯真的很放鬆 很適合帶小朋友家人一起來喔 我們剛剛泡完湯了 然後現在呢 肚子很餓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家 老家貨山菜 這一家就是在地食材的 料理店 好想要吃吃看 花蓮瑞稅這邊的料理是怎麼樣的呢 有沒有跟台北不一樣 那我們去吃吃看吧 Go 這個是老家找到菜包 泡完湯 吃個熱食 真的是冬天很溫暖的感覺 好好吃喔 胡椒的味道比較重 他說像酸辣湯 這是只有花蓮的味噬才有的喔 老家炸菜包 豬的餃 第一次吃耶 聽說很多日本人喜歡 可是在日本都沒有辦法吃到這種的 這應該有蠻多椒鹽蛋白 蠻好吃的 哇 重頭戲來了 白斬雞 台灣很多餐廳都有 來吃吃看這家的好不好吃 吃好了 好好吃耶 外面的皮軟軟的 我最討厭那個雞肉乾乾的 但是這個不會 這個是梅干扣肉 哇 好大一個 這個聽說是過年的年菜 台灣的家庭料理 過年的時候大家會吃 我老公的老家我好像也有吃過 這個也有濃濃的台灣味 好想要推薦給日本朋友來吃吃看 這看起來是韓醋醬 這是魚吧 油條 有點像日本的關東煮 裡面有一個叫韓飯 這是豬肉 而且我最喜歡的洋蔥 這是可以配的大蒜嗎 超喜歡的 好好吃 豬肉跟洋蔥一起吃是非常配 好像拉麵的叉燒 來這裡吃到好多丼布的美食 我覺得很豬肉很飽 又感到很溫暖的感覺 如果來花蓮的日本人 或是台灣朋友 歡迎來到這裡老家獲山菜 超好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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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好 太多了 好 好 這是我的第一次排東 那我們去享受吧 哇好了 準備要去泡湯了 GO 這裡的溫泉很棒 就是如果家人有長輩小朋友 大家一起可以享受 又可以泡溫泉 你看小朋友又可以往香港游泳池一樣 很好玩耶 大家知道我們這一次 完全是東部炮丹出體驗 從安通瑞瑞來到資本 資本溫泉是在山林環繞的地方 溫泉水質、熟景性、淡酸泉 我們這次來到東遊記溫泉度假村 這裡不只是風景美 風氣也非常好 我很推薦給大家 好 剛做好的 金鮮的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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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住這裡的話 晚上睡覺前 可以再吃個烤湯 然後隔天還可以去外面 剛剛的那邊也可以享受很多 各種的湯可以泡 所以來到這裡呢 真的是一整天可以泡湯 很舒服 很爽耶 而且重點這裡呢 環境非常好 很適合帶小朋友來玩 好棒的游家村 今天真的很開心耶 邀請大家把握機會來參加 台灣好湯浪漫軟心抽 抽獎 郭東儀 特約店家消費 滿五百塊唷 上船消費 評券收據成功後 只想抽獎幾個 大獎等你來唷